經濟部衛福部組成國家隊 打造智慧防疫病房MECWARD 15日在府仁大學附設醫院亮相 號稱串聯輔具、電子監控、智慧衛浴等產業 以可回收的再生材料打造 不但容易組裝拆卸、兩天內快速建置 可直接空運、還不受場地限制 就算是停車場也能變成負壓隔離病房 解決全球武漢肺炎COVID-19疫情下 病房不足的困擾 而客製化量身打造的特性 也為全球防疫帶來新契機 衛福部長陳時中指出 遇上新興傳染病,準備永遠不夠 不過在這種困苦環境下 也激發人類的潛力帶來進步 此次智慧防疫病房就是其中之一 並且讓世界看見台灣 福大富大富社醫院也與美國賓州天土大學合作 要在當地導入智慧防疫病房 美國在台協會處長利英傑指出 台灣願意與世界分享資源與成果 是可靠的夥伴及一股良善力量 他還盛讚台灣是公衛領域的國際領袖 美方將繼續支持台灣擴大國際參與 讓台灣繼續與世界分享令人讚嘆的公衛成就 中央廣播電台記者楊仁祥 謝嘉欣採訪報導 多謝楊仁祥 讓她 遊戲 選 determination 萬